各位朋友,想要学好英文呢? 有两样东西是你先需要的 一个是对自己的自信心 第二个是有学到英文那种乐趣 这两样东西才能够让你继续学得下去 而且学得有成效 我们一般人在学英文的时候 大概都有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先背单字,背骗语 结果背不起来,你又不会用 而且觉得自己很差劲 英文就没有兴趣 第二个,自己看文法做题目迷糊糊 很多你都搞不清楚 这也是让自己很气馁 第三个,买杂志回来收听 每天一直改 今天的还没有消化完毕 明天的又来了 这个月的还没看完 下一期又来了 根本觉得学得很有限 第四个,跟老外去瞎扯 这一个傻笑,假装你听的 大部分都是别人在讲,你在听 第五个,冲去补托福,补多亿 是的,也许成绩考了那么一点出来 可是考完之后还是不敢讲 单字一大堆,你不敢用 最后干脆直接出国去游学 花钱的,花得非常多 可是回来还是差不了多少 所以怎么样能够得到自信 得到乐趣呢 首先呢,我们的方法是 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发音标准 然后呢,韵律流畅 先把声音练出来 增加你的自信跟淡量 第二个,把整个文法思考架构建立起来 一个非常简单的文法概念 让你知道英文是怎么想的 然后你就可以把自己内心的中文 想成英文 你就很流利的,很轻松的说出来 最后,单字不要用背的,从上下文来看 朗诵出来,有声音 有这个声音这样念出来 每一个单字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 而且都在声音从这里随时可以冒出来 这样子,各位 英文才能够有自信,有乐趣 找对正确的方法 才是你学英文有效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